第二届糖奖生技医药奖 由法国的伊曼纽夏彭提耶 美国的珍妮佛道纳 与华裔美籍的张峰三人共同获奖 表彰他们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上的贡献 可以更精准有效率地剔除缺损基因 今年2月英国核准争议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 便是使用该项的技术 CRISPR-Cas是细菌对抗外敌入侵DNA的免疫防御系统 Cas9蛋白好比一副剪刀 可以在基因体理31个核甘酸中 精准地挑出要剪掉哪一个 而夏彭提耶就是帮Cas9找到导航系统的那个人 道纳与他合作大幅简化实验步骤 而张峰则是率先在哺乳类和人类细胞 进行成功的基因体编辑 台北医学大学校长严云说 这就像是 我们把很多的剪刀 探照灯 GPS通通集中在一起 让我们很容易的呢 就找到缺损的基因 然后将它提出 它目前呢 最重要的可以用在临床疾病当中 一些单点的基因突变 那就是把它最直接的把它提除掉 把这个不好的基因去掉 或者是把癌症的基因给去除掉 使得它不至于致癌 出生自中国石家庄的张峰 今年才34岁 在中研院院士 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 龚行健的眼中 是一匹大黑马 实验做得比别人快 眼光放得比别人远 当别人还在做细菌实验时 它已经进行到人体 龚行健说 张峰就往前面想 他觉得说 我们知道这个机制以后 我们就应该做到人 或者是哺乳类的身上 所以他就一下就跳上去做这个 那他做得非常好 做得非常快 所以我想这也是 夏本提叶跟那个登达将来想做的 但是他还没有做到的时候 张峰就已经做到了 他就是可以把这个平台 用在人体 人类基因的编辑 那这个是非常大的突破 对于自己得奖 张峰透过影片表示 我觉得这个奖 这个荣誉真是 不只是对我的实验室 对整个这个基因编辑的领域 都是一个很大的recognition 长期来讲 我觉得这个field还有很多可以开发的方向 所以我希望我们还会就是继续地把这个技术开发得更好 中研院院士张文昌说 从前基因编辑需要一年半至两年的时间 而且不一定成功 如果不成功就要全部重新来过 基因编辑虽然对于多种疾病上有相当大的帮助 但应用于人体胚胎仍有安全与伦理的争议 唐奖这次颁给基因编辑 也是继DNA复制后 科学界再一次挑战伦理的界限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